政部針對這個房東的大查稅 主要是針對這個非製住房屋5戶以上的 那據瞭解目前積合的大概是兩成喔 但是補稅額已經高達8000萬 那如果以現在這個進度的話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把這個非製住5戶以上查完 你們的進度是什麼 在今年底這個專案計畫會去查 應該總查的是要7603件 對那目前已經查了到今年底 去年底為止查了3000多件 3297件 對那所以大概什麼時候會把這7000多件查完 這個就是今年底 所以今年底會查完就對了 所以目標是今年底 那現在我們有針對這個2024之後 會有所謂的AI平台的查核模型 這部分已經完成了嗎 還在目前在處理中在建置當中 因為號稱是2024年明年要上路 所以是不是明年會確定會上路 明年可能2024以後 這個是我們財資中心來做一個補充是不是 好 有關AI的部分我們先做自行的檢核 我先確定說他是準確率到一定程度 我們才會決定 所以預計什麼時候上路 剛剛部長已經說了 24年如果 如果那個準確率可以達到理想的話 那我們才能上線 但是如果相對的他的準確率 並沒有如預期的理想時候 我們就會延後 所以原則上是2024年會上路啦 是不是 那因為你們現在預計的查核對象 是指持有非自住住宅的屯房族 大概是52.6萬人 這個數字是什麼預估的 因為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租屋家庭大概是102萬戶 那2019年申報租令所得的是32萬間 所以呢這中間還有70萬的落差 那你們自己所預估的是52.6萬 這個落差還是蠻大的 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統計是用110年度去統計 那是自行申報 經過我們核定的大概65萬戶 那但是因為還是可能有一些 像您講的有一些可能房東 他沒有誠實申報的狀況 所以我們才會有訂定各項專案 那最後的這一 今年的專案就到今年底為止 剛才部長也有特別跟您說明 所以我是說這中間的落差啦 因為你這非自住5戶以上 像今年查完之後下一步是什麼 我們原則上本來就有常態性的查核 這只是針對一些特定的 好這個是專案的查核就對了 那我接下來要請問部長 部長就是說我們2022年現在 稅收超徵的狀況有高達5237億 已經連續兩年創下超徵的紀錄 那就這部分我們之前也一再呼籲 希望能夠研議不合理的貨物稅的改革 其中包括汽機車的貨物稅 其實長期以來大家就認為已經不合時宜 而且呢這個汽車跟機車都非常的高 那這個審計部當初的意見也認為說 這個包括油汽車輛等等的稅制改革呢 還有機車課證貨物稅空污稅的合理性 應該要去做考量 所以就這個部分財政部有沒有就這個部分 來做一些研議啊 有關汽機車的有關貨物稅的部分 目前第一個太舊換新 或者是說他買的是改用電動汽機車的話 貨物稅都有減徵的規定 對但是因為行政手續非常的繁複啦 那如果能夠就貨物稅的部分 來做一些改革的話 這個比較符合現在綠色稅制的期待 也是大家認為說 機車17%貨物稅 這個早期的觀念到現在 其實早就應該改了 所以我們也希望新的部長喔 新官上任能夠針對這些不合理的貨物稅 能夠重新的去了解去檢討 不要再英雄過去的這些制度 沒有新的氣象 那這樣子換部長好像有換跟沒換一樣啦 我希望部長能夠去了解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也希望說 這些不合理的貨物稅啊 娛樂稅啊 包括保健食品30%的關稅 還有汽車關稅不合理的狀況 都能夠一併的去改革 那希望部長你能夠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的期待 那今年稅收操徵的部分呢 很多人就質疑說 欸是不是還會發現金 那部長你是說機會不高 那我們是不是現在有一個制度 或有一個方向說 到底什麼情況我們要發現金 什麼情況我們是要拿來還債呢 標準是什麼 基本上實際的收入就是等於是說 我們所謂收入一直講說超過預算數 那只是我們在預算數在當時估的時候 因為發生情況的一些變化 因為差了兩年 所以使我們的預算數比較低 以至於我們實際收入高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應該是要減少舉債 然後盡量的去還債 或者到累積順利 讓我們的財政更有韌性 但發現金這件事情 事實上是因為立法院這邊 已經有特別條例的過了以後 才編列這個特別預算 跟實際收入超過我們的預算數其實是 所以現在大家就問標準到底在哪裡嗎 因為你年年超增不是這兩年啊 過去五年七年其實超增的狀況 大家也都把數字拿來列舉了 那就是說如果年年稅收超增 跟預估有這麼大的落差 尤其是今年又創新高的話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你這個預估的模型 是不是應該要去調整 你是不是為什麼會有超增這麼多 裡面是不是有我們這些所謂的 預估的狀況有一些失靈的狀況 就我們之前所說的 那我還是希望說 這個財政部就這個部分 能夠再重新的檢討 不要連年的有這種稅收超增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政府的國庫好像有一筆意外之財 然後就會有發現金這樣子的呼籲 這部分財政部還是應該要來檢討 謝謝委員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已經在做了 所以我們在2月的時候 已經召開專家會議 那也就請外部 除了機關內部的話 所以針對這個所謂預估模型的 預估模型來做探討 也就是說我們會把相關的一些因子 或者是說預估的模式 又方法做一些調整 希望我們未來的預估 能夠更準確一點 能夠更準確一點 好